烟共仪鬼 不过 在修之前 我们还要申请一个 大手印五枝 捏一下 慈悲如大海 慈悲如大海 观修六道 特别二轨道 他们前面拿了很多牌位 超度的牌位等等 所以要观修他们的苦 而申请大悲心 再来菩提鲁高山 菩提鲁高山 我们云南昆明这么多 四五千公尺的高山 我们一定要决心要存活 才能够就尽那众生以苦 要生起这个菩提鲁高山的决心 再来信心如阳光 信心如阳光 七星的港马马 七星的历代港马马 七星的历代 重磅佛佛的加持 有一次印度有一个地方 都没下雨 那个时候他们就提醒甘马八 去为他们说奇雨 甘马八就念这个庙域严谷 还没有念完 啪 外面就下大雨了 悲心感动天地 所以还有一次 甘马八跟我说 西藏以前有地震 那时候他还住在西藏 地震的时候 他就手摸到地上 哎呀 地震大乌龟啊 你就不要动啊 以大背心 然后地震就停了 我问他怎么做 他说就这么简单 你有大背心 你有大背心念燕供 该下雨就下雨 该出太阳就出太阳 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没有什么 所以我想 我们要生起大背心 菩提心 以及对祖师大德的信心 然后呢 将来修这个燕供仪轨 善供诸佛菩萨,护法善神 下施六道友请 冤心在主 海盗法师圆满了开世后 带领大众慈悲诗诗 并前往殊胜的金刚亥姆灵洞朝礼圣巷 第八是大司徒忍波切 指此地为南瞻步舟二十四灵洞之一 以闪建筑的台阁雄伟壮丽相光片照 第八是噶马巴曾经历丽江 在七天的停留中 此天在文丰山 简山中常有红光笼罩 显现出一尊红色佛墓 在修持金刚鱼且舞蹈 此佛墓即是金刚亥姆 因此认证此地为金刚亥姆圣地 我们的金刚亥姆是什么呢 我们的山根边里面有很好的冰村 我们的现在噶马嘎居是有八十四位的大城有传庆下来的金刚亥姆 现在他们有印度的法师十五大城秀的依靠这个有金刚亥姆 民族里面的这个有 他是最开悟最快的这个 所以以前这个有第八是大八八王 这个洞里面很多祖国大祖 还有第四是大八八王 所以这样子这个非常舒适 我们这个民族是明年也开一次 我们现在这个是有 长庄普学里面这个有二十四个一个生地 这个最一个是这个的 然后是大师叔国的这个一个 二十四个生地嘛 所以这样子这个有非常舒适 所以就是我们是这个一般的寺宿 我们的这个真的是有死修的一个道场 真的是有休息 这个人有所以这样子这个 今天我们大家这个来到 大家有愿意这个有 我们的大师带着我们这个那边要干大师 我也在我们今天大师叔 我传一个这个金刚亥姆的新竹叔 我传一下嘛 我的汉语不太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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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哈 对呀 这样子我们这个是有 声音不要太大 这个是新年年了 这个是有命法 不要这样 我们来说的 声音不定太大了 新年年了 这个是有他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有气很慢嘛 气慢了 这个又 这个命法的 这个有声音不定太大了 我也 等一下各位就把金刚亥姆的佛的形象记好 记好 所有智慧的根源 记好以后 等一下从这边走 因为亥姆洞就在后面 我们十四十四感马八就在里面闭关过 一年开一遍 下回开的时候再来 现在就从这边绕过去 那边我们大家问讯一下 好不好 那就你来到金刚亥姆洞灵修了 你得到心咒了 要把形象记下来 第十四感马八 在文丰山助席十三年 加持文丰山为圆满圣地 并留足印于山上 同时在此塑了一尊金刚亥姆 供奉在灵洞中 感马八授记此尊塑像的身体 将如时间的飘移 不复存在 而此尊的头是不会坏的 如果头部损坏 那么将预示着金刚称佛法 将在此地永远消失 经过十年动乱 此象不知去向 在文丰寺灵洞修复中 偶然挖出这尊塑像 正如大宝法王所预言 身躯已不存在 而头是完好的 追照试着金刚称佛法 将在此地发扬光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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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生动 主要在表述生活作息和造恶受惩 为善得乐的因果观念 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响 又具有纳西族传统风格和特色 我们纳西族的东巴教 它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层 天堂 人间 地狱 做好事就算天堂 做坏就算地狱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 跟佛教是有关系的 大家来看这幅 这个人是一个残舌妇 搬弄是非 搅舌头 残舌妇的下场就下了地狱 然后小鬼就把他的那个 舌头拉得很长 看到没有 然后留在上面离地 其实《地战经》里面也讲到 残舌跟离 就告知我们要注重口语 不要乱说话 不要引起周围的灵灵不可 这幅图我们叫做青蛙八个图 只要看到这幅图 一定就是那些主人的青蛙八个图 传说这只金色的大蛙 把一本东巴基竹吃了 天神生气 射了它一箭 箭从胶中间射过来 箭头是金属做的 箭尾是木头做的 青蛙临死之前 口吐鲜血而完 雪代表的是火 青蛙临死之前杀了三笛料 代表的是水 指的是正北方 那它在一块土块上使的 金属指的是正西方 木头则正东方 所以金木随猴土 包括它的四十脚代表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几个方位就有了 是我们那些族的东巴 用来脏土算命的 跟我们的道教八卦有一起去的 我不知道 但是没有受到八卦的影响 周围的既十二生肖 这一条是受到 我们东巴那个 汉族的影响 那大家再看一下 这边呢有几个字 这几个字代表是东南西 代表是八卦人 东巴文化最令世人 瞩目的是东巴文 它是世界上少数 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 被誉为是文字的火化石 创造于一千多年前的东巴文 有一千四百多个单字 丰富的词语 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 能记录复杂的事件 亦能写实作文 如果单单把这个字拆开来 这个字呢它是素的 是这样子写的 它代表是 屡性、母性、私性 都是这个字 这种文字呢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一棵树是 大树 一个朵花是漂亮的 它就会标上旁边 标上这个符号 那它的意思是 很漂亮的树高的树 那就是说 我们创造字的时候 凡是好的字件 都会加上这个字塔 也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男人的地位很高 那西族先民在礼江八字最早的 矩居地之一 树河古盛 是当年茶马古道上的 一个重要驿站 古而清幽 古镇中一道好水 基成九鼎龙潭 又称龙泉 是由两个大小不等的泉潭组成 潭水清澈晶莹 嘴草漫舞 由于逍遥 从挂着树河古镇 四个字的大牌坊走进去 沿着两边都是店铺的石板路面 可以一直走到古镇中心 这里称为四方街 四面都是各种商铺 仿佛当年交通繁华车马轩般的景象 玉龙雪山在天际闪耀着银亮的光芒 细碎的闪亮 来到树河古镇成了各式的银器 公匆 工匠敲着节奏阵阵的声响 回荡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 中文字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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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长江第一湾位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谷镇 距丽江县城70公里 在前往香格里拉的路途上 汹涌的江水自西北而来 到了石谷镇因山崖阻挡 便掉头及朝东北而去 形成一个平静无波的大湾流 沿着平稳的道路继续前行 到达著名的胡跳峡 就可以说是进入香格里拉境内 胡跳峡 是世界著名峡谷之一 位于金沙江上游 两边分别是同样超过五千米高的 玉龙雪山及哈巴雪山 相传古时曾有老虎 把江中礁石当作跳板 一遥而过金沙江 因而称为胡跳峡 水中礁石则名胡跳石 谷底及山顶相差三千七百九十米 是中国大陆境内最深的峡谷 玉龙雪山 湘派的流水 在峡谷里一路不消而过 即便在水量不丰的干季 胡跳峡仍是让人感受到 大自然气势磅礴的震撼力 大自然气势磅礼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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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过胡跳峡仍是云南千彩画卷上的一块缤纷的琢磨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是中殿藏语 心中的日月 只一种理想生活的地方 中殿 是云南迪沁藏族自治州首府 位于殿 船 藏 山省区交界处 中殿自古就是藏民最理想的如意宝地 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草原和平原 沙尔瓦达塔卡达 达土塔里拉特马巴瓦地 借亚瓦里木扎里斯马拉 达塔卡达拉马查卡拉 河拉瓦达拉布着里布地斑南 乌南迪河入拉长 达达土塔国家公园 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大部分面积的海拔 高达三千五百米以上 原始为被开发的森林及草原 人机罕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国家公园内有名景般的高山湖泊 水美草丰的牧场 百花盛开的湿地 水美草丰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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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美草丰的牧场